第59届白响艺术大赏于4月28日圆满落幕 今年颁奖典礼依旧众星云集 而现场采源周入座的方式也让同聚演员再次相聚 各种互动售后皆成为亮点 而典礼结束后 演员们也纷纷通过IG写下得奖感言或是晒出合影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五度合体担任白响艺术大赏主持人的秀制与朴宝剑 两位除了上传多张自己在后台的各种美照外 还晒出与影后汤维的合照 并分别写下Beautiful Wonderland Wonderland剧组 汤维偶逆 宝剑偶爸 还有害羞的我 其实三位合作了电影Wonderland 不过至今都还未上映 希望有机会在今年看到呀 凭借黑暗荣耀分别拿下 事后与最佳女配角的宋慧桥林志妍 纷纷上传多张自己获奖时的美照 林志妍还晒出剧组在典礼上的合照 非常和乐融融 而典礼当天 未能出席的车珠英则通过IG现实动态 上传多张合照恭喜两人 其中剧组的聚餐照也随之曝光 还可以看到林志妍和李道县小两口 甜蜜地坐在一起 朱玄英晒出非常律师余英渝剧组的合照 看到朴恩斌获得大赏后 她也写下 非常感谢能够一同参与这个光荣的时刻 在姐姐的光辉大道旁 边看边感受 真心感谢能向姐姐学习 凭借电视剧《想见你》 在韩国拥有超高人气的演员徐光汉 受邀参加第59届白奖艺术大赏 成为颁奖嘉宾 最终惊喜配对了《模范继承车2》的李帝勋 双帅合体真的是本次典礼的一大亮点 典礼结束后 两人也纷纷晒出合照并写下感言 李帝勋表示 很荣幸受邀参加第59届白奖艺术大赏 遇到许光汉演员非常开心 希望下次能再见面 再次恭喜所有的获奖者 许光汉则写下 感谢白奖 很荣幸能跟帝勋欧爸一起颁奖 谢谢如此温柔的对待 除了李帝勋 许光汉还晒出与IU 金中国 卢允锐等人的合照 还偷偷放上宋慧桥得奖的画面 看来这次行程收获满满呀 以71.8万票拿下女子人气奖的IU 也晒出参加典礼的美照 不少粉丝发现 鲜少在IG上传与他人合照的IU 罕见的在贴文最后放上与许光汉的合照 瞬间该篇贴文涌入大量中文留言 粉丝们更是激动表示 许光汉追星成功 许光汉台湾最成功的男人 不敢相信等 即将带着新剧低谷一声回归 受邀担任颁奖人的朴炯植 晒出与同剧女主角朴信慧的合照 两人状态看起来都超好 朴炯植率回颜值巅峰时期 而产后付出的朴信慧看起来又更美了 除了同剧组演员合照外 朴成勋则晒出与公司同事的合照 开心写下 百想艺术大赏BH家人们 他与照片中的李炳宪 朱中鹤 朴真荣 都是经纪公司BH一乐的旗下演员 这次百想四人皆入围不少奖项 其中朴真荣便凭借电影《失控正义》 拿下电影部门的男子新人奖 以及男子人气奖 另外 有网友还捕捉到演员们的私下互动 以《我的出走日记》 入围男女最优秀演技奖的 孙希九和金志源在台下也有不少互动 两人被拍到开心畅聊 孙希九还叫金志源看向某个地方 当金志源要移动时 孙希九也贴心地帮他提着裙摆 典礼结束后 孙希九还拿着手机和金志源自拍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看到合照事出呢 被认为竞争最激烈的朴恩斌与宋慧乔 两人最后也分别夺得大赏与事后 让网友认为实至名归 这次朴恩斌以个人名义夺下大赏 哭到不能自己 让人在恭喜同时又十分心疼 而网友也曝光合照时的画面 颁奖典礼结束之后 演员们一起上台合影留念 宋慧乔和朴恩斌捧着奖杯和花束 站在了人群的第一排 朴恩斌由于30秒后才鼓起勇气 主动向前辈宋慧乔打招呼 祝贺他拿下事后 让不少网友直呼 恩斌真的是小鲸鱼 宋慧乔也甜甜地回应后辈 说了一声谢谢 两位女神开心地交流起来 宋慧乔还拍了拍朴恩斌的肩膀 情绪起伏的朴恩斌 也努力忍下了即将掉落的泪水 这一场景被摄影机拍下 才让粉丝们看到了 两位女神之间的行星相惜 30岁的朴恩斌凭借韩剧 《非常律师与英语》 获得了最高荣誉大奖 让更多人看到了 她真是个实力演员 今年大赏被提名的 《有朴恩斌》 《非常律师与英语》 李星明 金银书 《黑暗荣耀》等等 最后朴恩斌以弃票全票通过 拿下大赏 有评审表示 如果朴恩斌这位演员 没有拍与英语 就没有现在的与英语 她在女性Vantop作品中 很大程度地进行了活跃 这是世代交替的象征 然而 近日韩国诗人兼文化评论家 金甲珠在节目中 严厉批评了 朴恩斌获奖时的台风 金甲珠说 不会演讲 其实就是小时候就这样 尤其是拿下大赏的朴恩斌 作为一名优秀演员 未来也一片光明 但是为什么上台要哭哭啼啼 从被点名起来 到台上这段距离 鞠躬了三十几次 女演员一直在鞠躬 这是什么礼节 接着金甲珠还讽刺到 就是因为这样迷迷糊糊的 才会被吓到 开始哭 又不是18岁 都已经是30岁的成年人了 还是要向汤唯跟宋慧乔好好学习 他们两个绝对是教科书级别 这段言论一下子引来韩国网友不满 认为拿下大赏 的确是值得感动高兴的事 且朴恩斌的得奖感言真情流露 认为金甲珠根本是为了骂而骂 白想大赏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力 是不可能会拿到的 虽然是90后出生的朴恩斌 却也已经是出道了26年的资深演员 来看看他之前的大赏个人得主是谁 你就能明白他有多厉害 先说说谁可以拿下 白想艺术大赏的最高荣誉大赏 这个伟大的奖 首先针对电视圈TV部门 只要是电视剧 演员 综艺节目 主持人等 以及团队的人员 像是导演 编剧 PD等等的主要人物 都可能是大赏的得主 评审可以把大赏得主颁给团队或者是个人 这份肯定也包含了对整个演艺圈和社会的影响力 当然拥有坚强实力是一定要的 我们先用2010年后的TV部门大赏个人得主举例 2011年第47届 炫兵 秘密花园 2013年第49届 刘再熙 无限挑战 Happy Together 3 Running Man 2014年第50届 全智贤 来自星星的你 2019年第55届 金会子 如此耀眼 2021年第57届 刘再熙 玩什么好呢 Lucas on the block 2013年第59届 朴恩斌 非常律师 语英语 前一届 2022年第58届的得主 还是在全球都拥有超高人气的鱿鱼游戏 这样看下来是不是更能明白朴恩斌以个人身份拿下大赏 有多难能可贵跟厉害了呢 更何况还是评审一致全票通过的得主 真正明白了小鲸鱼的影响力 作为童星出道 朴恩斌1992年出生 4岁时可爱的外貌被发掘成为童装模特 正式登场 对于朴恩斌来说 演戏是他最喜欢的事情 他总能在不同的角色中学习和成长自己 所以他的童年几乎被戏剧占据了 他拥有26年扎实的演艺经验 很多人会说朴恩斌是靠着非常律师语用语走红的 但其实他用了26年的青春 才打下了如此扎实的演技基础 4岁出道的朴恩斌不仅抓住了每一个演戏的机会 而且没有放弃学业 大学考入了韩国西江大学心理学系 还俯修了新闻系 最终双学位毕业 朴恩斌自出道以来从未传过绯闻 他解释说 我从5岁开始就没有休息过 也没有时间和别人应酬 对于朴恩斌来说 演戏 读书 充实自己比交男朋友更重要 单身并不是一件可耻或尴尬的事情 2021年 朴恩斌主演古装剧《恋目》 他面临着新的挑战 剧中 朴恩斌的哥哥被杀 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代替了太子的位置 尽管身份真实 但对初恋的轻慕之情只能藏在心里 朴恩斌将男人的帅气与冷漠 以及女人的羞涩与感性诠释得淋漓尽致 《恋目》也让他获得了第53届 KBS演技大赏女性最佳演技奖 《非诚律师》与英渝是2002年才开机的 但其实剧本和整个剧组 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准备好了 只是因为女主朴恩斌总觉得自己做不好 所以才犹豫一整年 不过剧组决定由他一人出演 考虑期间没有再找其他演员 这种诚意也打动了朴恩斌 最终同意接演这个角色 朴恩斌虽然年纪不大 但经验丰富 堪称同时代众多演员的前辈 尽管如此 他的态度和性格还是相当诚恳的 感谢观看